他从小在篮球民宿身边长大 练就了和李梦一样强硬的打球风格 17岁就拿到全美冠军 如今正式加盟了NCA一级联盟西北大学 他就是中国女篮的希望之亲王富渠 王富渠出生在一个篮球世家 父母都曾效率过八一篮篮 父亲王勇见证了八一四联冠的伟业 母亲高连环都选过女篮国家队 2004年他们喜得爱女 并起名为富渠 寓意已经开放的荷花 王富渠从小就在提供队大院长大 时常能见到王志志 郑海峡这些民宿 起初王富渠并不愿意打篮球 但在如此环境的熏陶下 除了打篮球以外 好像也没别的选择 他从小跟着女篮民宿五星磁练球 尽管他不是天赋最好的那个 但每次的训练安排 王富渠都会一丝不苟地完成 平时除了打球以外 父亲最重视的就是女儿的学习 在小学阶段 王富渠不是在打篮球 就是去补课的路上 毕业后去清华副中打了两年后 王富渠通过自己的篮球水平和英语交流能力 很快在同龄人当中脱颖而出 他曾连续两年拿到北京市篮球冠军 比赛中球风硬朗不惧对抗 2019年 老主席和蔡重信 推出了青少年海外精英计划 要远赴塞拉峡谷高中留学 这项计划一共选拔了四名球员 王富渠是唯一一个女孩子 15岁的他便只身前往美国打球 那段时间他非常想家 所以每天要跟妈妈保持15分钟的通话时间 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富渠也慢慢的学会独立生活 他不仅要兼顾个人的学业 还要在打球上付出双倍的努力 在塞拉斯峡谷高中 王富渠和NBA球员阿里纳斯 兰多夫的女儿成为了队友 但论天赋而言 王富渠并不算出众的那个 他身边的四个队友 都是未来的准WNBA级别的球员 王富渠甚至连球队第二得分点都算不上 他平时问教练最多的问题就是 我要怎么做才能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